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今晚上十五阿哥刚刚惹您生气 可就在今晚上您又提出来 奴才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是啊 十五阿哥今天闯了一个祸 但是因为这个祸事 让朕看到他最大的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 朕 真 你没发现吗 自从立处的事朝着出来以后 所有的太子都变得十分的乖巧 认真地学习功课 骑马射箭 要要进步 说话谨慎小心 一个个全变成君子了 可十五阿哥偏偏没这么做 是啊 你看 这个时候他还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 一点寒想都没有 这恰恰说明他心里根本就不想争这个太子 所以他就毫无掩饰 就尽显灵性 尽禄真情了 是啊 不争之人无私 无私之人才能天下围攻 这是为君王最骑马的条件 万岁英明啊 小喜 你怎么来了 是十一爷让我来的 他说呀 让我给你送点吃的 送点吃的 今天呢 是中秋节 十一爷一直惦记着你 让我给你送点月饼 还有呢 这个是宫里的贡酒 他说 你一定要喝哦 那你替我谢谢十一爷吧 一定 一定 慢慢享用 告辞 皇上 十五二哥率性 纯真 恐怕还没到接任太子的伙伙吧 所以呀 他还要经过一番锤的 锤的 怎么锤的 能才知道皇上对十五二哥别有一番恩宠 令贵妃也非常疼爱他 谁敢吹打他呀 大街上 十五二哥一直生活在崩里 怎么会到民间去呀 把他赶出宫去呀 你说什么 把他赶到民间去呀 堂堂二哥凭什么把人赶出宫去呀 给他 给他安个罪名 什么罪名 罪名由你来安呢 罗瀉怎么能做这种事啊 朕怎么知道 你可以 安排陷阱 罗列爷罪名 你诬陷他 让朕把他赶出宫去 你就是打死奴才 奴才也不敢做这种事 和尘 这是朕的旨意 那就请您正式下一道圣旨吧 你糊涂 这种事能写到纸上吗 没有皇上的手艺 奴才断然不敢为旨 你 这是朕的口语 你就是打死奴才 奴才也不能这样做 和尘 你敢抗旨 你有几个脑袋呀 皇上 您就是杀了奴才 奴才也断然不敢为旅 美的你 朕才不会杀你 朕要把你的儿子 封身因德 充军发配 皇上 朕要输奴才斗胆 您就是真把封身因德 充军发配 奴才也不答应 好 皇上 这事万万使不得呀 和尘 你看看这什么地方啊 朕是带你来认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这俩是什么人啊 太监 太监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啊 他们两个是护送永远去广基寺的 回来的路上失踪了 永远莫名其妙地昏睡了半天 被人从水里给救了出来 这两个太监 却死了 这两个太监 却死了 就有这种事 这说明有人要暗杀永远 谁这么大胆子 除了宫里的人 没有人知道永远去广基寺 皇上的意思是 凶手出自宫中 可是这件事让朕十分担心 永远就是留在宫里 他也不安全 可是谁跟施武阿哥有仇啊 他跟谁都没仇 可是朕如果把他立为太子的话 那他就和所有的阿哥都成了仇人 哦 皇上的意思是 如果施武阿哥不当这个太子 那他就安全了 是啊 是 所以 朕才要你给他个罪名 把他赶出宫去 哦 皇上 这些人都没有了 奴才明白了 奴才终于明白了 何慎 你可以 不必看成朕的旨意 看成是一个父亲 对你的请求 哎呦 不敢不敢 皇上严重了 折杀奴才了 皇上放心 这件事你就交给奴才吧 哎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但愿施武阿哥 能明白皇上的一片苦心呢 哎 这次要是没有花枪 你现在已经喂鱼了 所以啊 我得去好好谢谢他 你还要出宫 救命之恩呢 再怎么样 我应该给他当面磕磕头啊 哎 永远你真要出宫啊 你出离四宫 差点没进鬼门关 你额娘绝不会让人家 你再出去了 哎 这事千万别告诉我额娘 我正要告诉你额娘 让她在皇上那儿告声一状 你要让额娘去告谁 这么歹毒的招 除了家贵妃还能有谁啊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额娘一告 家额娘反咬一口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 我就是要闹得沸沸扬扬 你才能得到同情 永兴才会有麻烦呢 永兴 嗯 你认为 这事跟十一哥有关系 哎呀 十一阿哥绝对和他的额娘 是串通一气的 哎 不会的 你 哎 舅舅你可能不知道 这所有阿哥当中 只有十一哥对我最好 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你真不会看人呢 舅舅你不是告诉我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吗 那这次怎么不一样 这次牵扯到你的前途 就是小事化大大事爆炸 你要爆炸 我就装傻 你 这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没有阴谋 没有暗杀 哎呀 啥事也没有发生过 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你千万不能放弃啊 舅舅 你不是还教过我 家丑不可外扬吗 你自己家的丑不能扬 别人家的丑一定要扬 这宫里头不是都一家人吗 你 你看看这一家人 像一家人吗 我们都姓爱心觉罗 流的都是同一种血 永远 康熙朝九王夺嫡的事 你还记得吧 雍正王爷兄弟几个 都姓爱心觉罗氏 流着同一样的血呀 可最后结果呢 兄弟相争血流成河呀 舅舅 你 别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了 你有忍者之风 这是帝王的胸襟 舅舅我佩服你 可我还要提醒你 秦太子复苏 随太子杨勇 都是因为太人 而死在自己亲兄弟的手里啊 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太子 只要我不当太子 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你 书欲净风不止啊 难哪 爹 嗯 怎么了寒舍 一口不吃 一口不喝 十一 我 我不饿 可是昨天是中秋佳节 您要是不吃月饼的话 岂不成早些 喝了 不 小人 不能喝 为什么不喝 我记得你酒量很好啊 哦 闲的酒不好 不 小人没有这个意思 小喜 奴先生 吃了 好啊 柱子 那么多饼 小的 好啊 好吃吗 好吃 头晕吗 肚子疼吗 行 走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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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寒舍 小喜没事吧 是 依依 我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酒里有的 不 小的不敢 这是一杯好酒 你说使我二哥真的能当太子吗 真没想到啊 皇上不动声色 让各位阿哥尽情表演 让大臣们背后揣测 拉帮结派 其实皇上心中早就有数了 老爷 你刚刚跟十一阿哥订了婚书 这下可怎么办呢 哎 这次我是押错了 大错而特错了 哎 这赌钱要是押错了 还可以再赌一把 这太子要是押错了可去全完了 哎 我们都被皇上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幸亏皇上还不知道我跟十一阿哥的事 老爷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 尽快疏远十一阿哥 在十五阿哥身上下功夫呗 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说 今天我在后宫听说一件事 十五阿哥到他舅舅家去串门 看到他舅舅家放着玉莹的毛笔 回去就告诉皇上 皇上狠狠地训斥了他舅舅一顿 这十八阿哥也忒不尽人情了 哎 老爷你想想 他对自己的舅舅都这么较真 要是一个外人 他会心刺手软吗 如果他当了皇上 还有你的活路吗 那夫人的意思是 老爷 离手不悔大丈夫 这柱要是压下去 就不能后悔 你的意思是让我继续支持十一阿哥 可是皇上已经选定十五阿哥了 皇上选了又怎么样 如果没有十五阿哥 那太子还是十一阿哥 不是 你这话说的 他怎么能够没有十五阿哥 皇上不是让十五阿哥出宫去吗 可是皇上让他到民间去历练历练 精精世面 转了一大圈回来 太子还是他的 他要是回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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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阿哥 十五阿哥 看上的就是那姑娘 你看他手上的戒指 这就只是十五阿哥送他的 何大人 皇上不是让你给永远安个罪名吗 就从他找手 我们就是那个叫花椒的名字 对啊 好 好 好 怎么样 何大人 怎么样 不过我想啊 区区一个卖艺的姑娘 是我阿哥会为她铤而走险 昨天晚上我跟永远聊了一夜 她的心思我基本上摸透了 她对那个花椒啊 真是痴情 此季只能成功可不能失败 放心吧何大人 我想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永远了 我还没见她那么痴情过 行 你有把握我就有把握 好 三天之后 斗铃记组 我让你们两个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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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那就让十五阿哥去东陵祭祖 趁此机会不让他回来 皇上不是说 让十五阿哥到民间去历练历练吗 真是这么说 可是没有想这么快 皇上此事亦早不亦迟啊 容朕再想想吧 那就是奴才多嘴了 干脆改派他人前去祭祖吧 奴才建议派顺亲王李亲王前去 不 就让永远跟永兴去吧 当年雍正爷就是亲节你皇阿玛去东陵祭祖的 看来呀 你的好日子不远了 额娘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去 还有十一哥跟着我一起啊 他不是你的对手 十一哥是我的兄弟 永远不会变对手的 你把他当兄弟 人家可是把你当敌人了 不会的 额娘 那那么多兄弟 十一哥对我最好了 大家都不太理我 只有他肯带着我一起玩 玩 你是玩耍 人家可是玩心计呢 永远 这次东陵祭祖 你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到处乱跑 我再也不敢了 我一定寸步不离的 跟着十一哥 好 这下额娘就放心了 是一哥 这一趟要走多久啊 到东陵祭祖 康熙爷 路途还远呢 这才刚出城 不耐烦了 真是的 那一大套仪式 要从早到晚 又念经又做法事 一点都不好 那没办法 这是环环 就在咱们俩的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华阿玛不自己祭拜唐熙爷 偏偏派咱们两个人去了 那是因为华阿玛看中 还不是呢 你想想看 这康熙爷是华阿玛的总父 华阿玛要祭康熙爷呢 那就得行跪拜大礼吧 这一套仪式下来 一共得磕九九八十一个头 磕的头皮都长包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华阿玛找咱们俩 让咱们俩来当替身 不是替身 是替死鬼 怎么了臭小子 有心事 是不是想了你的花椒 他救了我的命 我连谢都没法谢一下 现在华阿玛和额娘 都不让我出宫玩的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再见他一面 是啊 你至少要跟别人 说一声谢谢 不然你回想起来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说呢 十一哥 你真是说到 我心坎里去了 要不十一哥 你先去东陵吧 这事不行啊 华阿玛的圣旨上 写得清清楚楚的 咱俩一个主计 一个副计 一个都不能少 不说这个 不是啦 你先领大队去 我去跟花椒道一声信 我马上跟你会合 一点都不耽误事啊 你说得到清晓 那万一你跟花椒 玩过了时辰 难道你想这么多头 全是我一个人磕吗 那我的脖子都会磕断的 十一哥 莫对天发誓 这八十一克头 我一定陪你一起磕 哎呦 你怎么 你怎么老这样 你忘了 华阿玛的托付 十一哥 我知道你最疼我了嘛 最后一件 这是我最后一件心事啊 以后我再也出不了宫 见不到花椒了 好好好 这梁山帮跟中英台都出来了 好了 我答应你 不过你记得 一定要早去早回 不然咱俩都完蛋 放心 绝对不拖累你 说好了啊 早去早回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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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瞧这边看呐 唐三藏要进去了 这一会儿 唐三藏要变成什么呢 太上老君旗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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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十五 大家好 你怎么不是孙悟空啊 谁说我不是孙悟空啊 我就是孙悟空 孙悟空不是你这样的 就是啊 就是啊 哇 孙悟空七十二变呢 我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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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大爷 十五哥 你怎么会从箱子里跑出来 你是来看我的吗 当然了 我求了大叔好久才才让我进来的 怎么样 这时候没想到吧 十五哥 我不会让你白来的 你别上座着 我露两手绝火给你看看 不行 我哪能光看 这样吧 我给你做下手 不行 做下手得是手手 那 来 小魏 大家靠父母 出爱靠朋友 有钱的捧个闲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来 你怎么就来这一套 听说书的说来的 来 各位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有钱的捧个闲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儿臣参见花马 永兴 咱们一个人回来了 花马 儿臣已经完成东陵祭祖 那永远呢 朕在问你话 花马 十五弟他 他去哪了 花马 十五弟他跑了 儿臣没有拦住他 只有一个人去了祭祖 有违规矩 所以回来向花马请罪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海青 我才在 阿哥不肯祭祖 该当如何处置啊 回皇上 一律当隔去皇子名分 贬为庶民逐出宫去 花马 永远只是一时贪玩 请花马息怒 饶了他吧 明天他回来 我们再去补计 饶了他 朕能饶他 可康熙也饶不了他 请网络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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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reased 花椒 你看 这么多钱 十五哥 是你给我们带来好运 我还有绝活 绝活 走 妹妹 你冷静 还冷静 董灵记组这么大的事 永远居然逃了 你怎么交代 都怪你 我怎么交代 自从交了永远之后 你看看 我这头发 眉毛 胡子全都白了 你白了 永远黄了 什么黄了 永远当太子的事 可就黄了呀 连祭祖都不去的人 皇上会栽培他呀 你不要想那么多 要冷静 还冷静 快陪人去找啊 京城那么大 我去哪儿找啊 你真是气死我了 还气死我了呢 走 谢谢大家来参赞 谢谢 感谢了 欢迎大家改日再来看我们的表演啊 慢走 慢走 慢走啊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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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上市了 来来来 来来来 上市上市啊 今天真是谢谢你 快把衣服换了吧 好 到里边去换吧 哎呀 快点 哎呀 快点 快点 哎 这样的隔绝呢 花椒 帮着收拾一下 哎 哎 哎 花椒 怎么了你 你这是衣服 哦 这是祭服 刚跟祭班子借来的 嗯 电子不早了 我先走了 你还会来吗 来啊 你有空我就会来 嗯 算了 你还是别来了 为什么 你不喜欢我 你不是穷人家 以后别到这种地方抛头露面了 可是 可是我喜欢这儿啊 这儿好玩啊 十五 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能贪玩啊 我 哎呀 快回去吧 回去 回去吧 我 花椒他爹 花椒他爹 哎呦 大霉人哪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过来呀 当然是为了你们家花椒的事了 呦 那太好了 哎 花椒 过来 哎呀 过来呀 哎呀 过来呀 哎 快一点 哎 花椒姑娘 我为了你的亲事啊 跑前跑后的 哎 我跟你说啊 你 我不嫁 哎 这 这门亲事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 早说好的我也不嫁 爹已经答应人家媒婆了 答应了我还是不嫁 哎呀 南方是顺天府的总骨头 你嫁给人家 那是天大的面子 天大的面子 我也不嫁 你说不嫁就不嫁 这事留不得你做主 爹 这门亲事 爹说了算 别生气了啊 放心 你不想叫就不用叫了 可是我爹已经答应这门亲事了 你爹答应了 我不答应啊 你爹就不嫁吧 ее 都不嫁给我 不嫁给我 我爹都不嫁就你了 居然才不嫁的 你爹都不嫁大人 是啊 到外面来 我有事跟你说 听说你最近 定了一门亲戏啊 是啊 师父爷怎么知道的 这是大内机密 你知道那女方是谁吗 媒婆说 是一个江湖卖艺的女子 那女子叫花娇 师父爷怎么都知道啊 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这花娇一家人 是天地会啊 皇上准备放长线 钓大鱼 所以一直没有动态 想不到你 看上了人家 有事物爷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好险啊 你要成了天地会的匪君 你这个总捕头的脑袋 你怎么玩家 有事物爷 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 我这就退婚 退婚 放心 没事 反正这件事啊 也没人知道 你这个总捕头呢 还可以好好地干下去 多谢师父爷 多谢师父爷 那我走了 小心 小心啊 话就不用嫁人了 话就不用嫁人了 天黑了 糟了 驾 驾 驾 快开门哪 我十五二个 十五二个呀 皇上说了 十五二个威娶东陵祭祖 抗旨七祖 罪无可恕 禁止载入皇城啊 我是闹肚子 然后 然后又找不到大队 所以 开门啊 哎呀 请恕我二个恕罪啊 和珅是奉旨行事 断然不能开城啊 何大人 你先开开城门哪 我自己去跟皇阿妈解释啊 可是 皇上有令 不让开城 说了 谁开城 谁掉脑袋 请恕我二个树 奴才 怕死 何大人 那你快去找我额娘来 我求求你了 啊 啊 你是说找令贵妃啊 啊 好 我这就去通告她啊 那个十五二个 您稍后啊 稍后 谢谢了 麻烦了 哎 我正在城楼 观山的耳镜 而听的城外 乱纷纷 惊奇 舅爷 您慢着点 我别差了气 喝 大 喝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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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嗯 行啊 这 这老爷 何某佩服你啊 这么大的雨 十五万个就跪在城外 你还这么沉着 你这份定力和某佩服啊 老朽还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茶 我还真得谢谢何大人呢 算了 别跟我装了 对了 看这架势没有 这一句钱 是我二个输定了 未必吧 这不是明摆的事吗 输定了 没吓到最后一招起 不能定输赢 我就不信 谁还能扭转乾坤 大人有人开城门 什么 开城的格杀无论 他是皇上 八妈 儿臣握了 他的花 Anthony 又웃了 你知道我 先生 你 我 我 我 不 你 我 在你 这就是我说的最后一招 你赶快躺下 躺下 来 阿娘 我没事了 你赶快给我住口 我的儿啊 你怎么临成这样了 就真是不幸人事了 阿娘 我没事了 你快给我躺下 要想保住你的小命啊 你就要炸灰 你们来欺迫呀 是啊 他遭的是什么罪呀 哎呀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十五二哥病得不病 我是来看看的 是啊 他呀 好像得了瘟疫 会传染姐姐的 哎呀 姐姐还是回去吧 等他好了 让他去看你 哟 那怎么成呢 我把永远啊 一直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你看 我亲自把太医都给请来了 太医 哎呀 不必了 不必了 哎呀 妹妹 你看你 孩子病得这么重 你哭天抹热了也没用啊 这个太医啊 专制昏迷的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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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看看你 老挡着太医给他看病 要是让外人看见了 以为这孩子啊 不是你亲生的呢 哎 哎 哎呀 是我阿哥真的昏迷了 太医 太医 快 给他扎一针 啊 我娘 老娘 我呢 只能是步步为营 处处小心 万一让皇上抓到什么把柄 我就麻烦了 十五二哥出不了功 皇上要立他当太子 这十一二哥就没戏场了 老爷有什么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现在是一筹莫展呢 老爷 还是要帮十一二哥 那当然了 我赌注已经压上了 一时半会又抽不回来 现在啊 只有想办法击垮十二哥 你想想 十二哥身上有什么毛病 他的毛病太多了 凶无大志 百毒书 放荡不羁 就因为毛病太多 一时半会找不出什么毛病 这东陵记祖 他怎么没去呢 他是去找一个卖艺的女子 卖艺的女子 老爷 你怎么不在这卖艺的女子身上下下功夫 一个卖艺的女子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老爷 您这话问得好 一个卖艺的女子 能玩出许多花样来 对 没错 惊你这么一提醒啊 老爷我心中立刻蹦出 去没有七种花样来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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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